汉昭帝去世后 为什么形势荒唐的昌义王刘鹤被选中继承皇位呢 为什么手下人一再劝劫刘鹤除了哭什么都不要做呢 江鹏品毒自治通鉴之贪玩的昌义王 公元前74年也就是元平元年 年仅21岁的汉昭帝刘复林因病在魏阳宫驾崩 世后孝昭皇帝葬于平岭 随后昌义王刘鹤即飞成为西汉的第九位皇帝 根据史书记载 这位昌义王刘鹤不仅不喜欢读书 酷爱游乐而且骄纵任性不受法理 常常做出出格的事 比如在赶往长安城继承皇位的路上 他不仅命人四处寻找一种可以终致提名的常名姬 作为沿途解闷之用 甚至还让家奴强抢民女藏在装衣服的车厢里 那么这样一位整日不误正业的昌义王 为什么会被选中继承汉帝国的大同呢 复旦大学历史系江鹏副教授 与我们一起品读资质通鉴 感受这部千年经典的智慧与魅力 江鹏品读资质通鉴第二部定自己 贪玩的昌义王 之前向大家介绍过 汉武帝去世以后 选择了他最小的儿子汉昭帝 作为皇位继承人 那么由霍光辅佐他 执掌这个政权 这个汉昭帝不太长寿 年轻轻的二十一岁就去世了 而且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后四 皇帝没儿子这个事情 非常要命啊 那么接下来这个政权怎么交接呢 所以霍光和其他的大臣啊 经过几番商议 他们必须得从这个宗室当中 挑选一个合适的人来继承这个皇位 商议来商议去 最后就挑中了这个昌义王 这个昌义王叫刘鹤 挑中这么一个人 当他被挑中去继承皇位的时候 昌义王刘鹤那年十八岁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呢 为什么会挑中他 那这个人说起来还是有点来头 有点来历的 我们都知道 汉昭帝他是汉武帝最小的一个儿子 也就是是第六个儿子 那么这个刘鹤的父亲 名字叫刘伯 前一任的昌义王 他其实就是汉武帝第五个儿子 也就是说这个刘鹤从身份上讲 他是汉武帝的亲孙子 汉昭帝的侄子 这样一个身份 那么当然作为继承皇位的候选人 他是非常合格的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虽然他是皇帝 但是没有帝号 时间太短 二十七天就被废 那么为什么霍光和大臣们 既然已经决定把他扶上皇位了 为什么又在短短的二十七天之后 又把他给废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所以咱们这个故事 可以从史书如何描绘苍义王这个人 他的为人开始 自治通鉴第二十四卷 楼合了相关的史料 向我们介绍了 苍义王从被扶植上皇位 然后一直到他被废 这整个过程 其中对于苍义王为人的介绍 这个自治通鉴 一上来就有这么一句话 在国肃狂纵 动作无节 行为举止 没有节制 一贯的狂妄放纵 大家注意 这是史学家惯用的 经常使用的一个手法 以先路之鉴的一个意见来引导大家 我们对于苍义王这个人还根本不熟悉 还根本不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人 史学家在描述他的时候 先给你来这么一句 从一个负面的角度 告诉大家 是这么样一个人 那么接下来 这个自治通鉴就举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例证 来说明苍义王这个人荒诞 放纵 首先是说这个人贪玩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 他被扶植上皇位的那一年 18岁 所以还算一个青少年 这个青少年非常的贪玩 喜欢游猎 曾经有一次到他下属的一个县里面去游玩 那么大概是因为他成绩的这个马非常好 是一匹两马 不到半天时间就狂奔了两百里 放开江森 撒开了让这个马奔驰 不到半天时间狂奔两百里 咱们知道这个中国古代的马 在一般情况下面 一天要是能够跑两百到三百里左右 这已经算是一匹比较好的马 那么当然刘鹤他这个坐骑 他所沉寂的这个马可能比一般的马更加好一点 是一匹更加好的马 但是你看到他这个小半天时间里面 就跑两百里地 这也是够呛的一个事情 够着马瘦的 更加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更加重要的是安全问题 这么急迟的马 这么狂奔的马 你坐在上面的人 要是一不小心从上面摔下来 摔个脑震荡 恐怕这个结果也不比今天 咱们一般看到的这个比较严重的车祸 这个后果要清 所以从这件事情上 咱们就可以看出 这个年轻的苍翼王 这个刘鹤 他是一个比较喜欢追求刺激的人 还不仅仅是贪玩 喜欢追求刺激 这个情况不是说发生一次两次 而是时常的发生 刘鹤看上去也非常享受这样的生活 那么刘鹤手下就有一些比较年长的官员 把这个情况看在眼里 心里比较着急 觉得你作为一个诸货王 老这样下去不行 所以就有很多官员 给刘鹤提意见 希望他能够改一改这个性子 这个自治通鉴里面就选入了两位官员 对于这个刘鹤的劝鉴词 其中有一位 叫做王吉 这个王吉啊 他就批评这个刘鹤 说你太贪玩了 太喜欢这个刺激了 经常一天到晚 没完没了的骑马去奔驰去狂奔 在王吉看来 刘鹤这个骑马狂奔的频繁度啊 已经到了 口眷乎叱咤 手苦于垂沛 这样一个地位 怎么理解呢 这句话 就是说这个刘鹤啊 没完没了的 成天界的 老是骑着马去狂奔 光吆喝这个马 这个嘴啊 都磨出老茧了 嘴皮子都磨破了 然后呢 还一天到晚会捂着马鞭 要控制这个江绳 多累啊 王吉说你看啊 这个大夏天的 烈日暴晒 这个时候你要去骑马狂奔 大冬天的寒风凌冽 你还是要去骑马狂奔 倒可以说是风雨无阻啊 持之以恒 但是你这个 这样下去不是正经事啊 除了这个安全问题啊 除了你这个 作为一个诸侯王 不能这么贪玩 你把这个作为一个诸侯王 你应该正经做的事情 得耽误了 那么作为一个诸侯王来说 你这个正经事是什么呢 王吉说 明师居前 劝颂在后 上润唐鱼之计 下集英州之圣 考仁圣之风 习治国之道 迎迎焉 发奋往时 日心绝得 迎迎焉 就是谨慎的意思 自治通鉴音著里边说 这个字应该念心 但是我觉得这个念心啊 它是这个 欢喜高兴的意思 我觉得这个可能念银 更加合适一点 表示谨慎的 这么一个意思 总而言之 王吉讲了这个一番话 总结起来 起来就 其实就是一句话 得好好学习 对吧 作为一个诸侯王啊 你得以仁者 以圣人为榜样 学习治国的道理 逐渐逐渐的 也成长为一个 合格的 这么一个管理国家的人才 这是王吉对于刘鹤的一个劝告 除了这个王吉之外呢 还有一个叫公碎的 也经常给刘鹤提意见 这个公碎啊 这个性子啊 比王吉更加的直爽 更加直一点 他不仅仅是提意见 而且经常的当面数落这个刘鹤 而且啊 公碎这个人啊 根据这个史书的描写来看 是一个感情比较丰富的人 每次批评这个刘鹤啊 说着说着 刘鹤那儿还没什么反应呢 他这儿已经啊 气不成声了啊 觉得你这样太不像话了 太不成样子了 然后呢啊 这个公碎还对刘鹤说 哎 你看看 你身边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呢 啊 整一天到晚的只会 哄你玩 都是些狗头军师 你不能老跟这些人在一起 得换一波 你得跟那些爱学习的人在一起 公碎就一天到晚 跟刘鹤讲这个道理 那么刘鹤他是如何来对待 这些给他提意见的人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而且啊 从这个里面 从刘鹤如何的来对待 那些给他提意见的人 从这里面啊 我们也可以琢磨出一些 刘鹤这个人的性格 听到 王吉的这个意见之后 刘鹤还专门的下了一道命令 其实是做了一个自我检讨 他说 寡人造型不能无惰 中尉甚中 束缚无过 这里这个中尉啊 就是王吉的官职 王吉的官职是中尉 刘鹤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我这个检点检点自己的行为 的确是懒于学习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毛病 大家看这里面 刘鹤他自称寡人 对吧 在这个后来啊 尤其是唐宋以后啊 一般的称寡人 只有皇帝 他自称才能够称为寡人 而在汉代的时候 作为诸侯王也可以自称寡人 这是汉代和后来不一样的地方 那刘鹤说啊 我这个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啊 总之呢 是这个不对 不爱学习 贪玩 所以啊 说这个中尉啊 这个王吉啊 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啊 这个能够来直接指出我的错误 能够辅导我 能够纠纵我 然后呢 认完错之后啊 更加有意思的是 认完错之后 刘鹤派人特意给这个王吉 送去了一批奖励品 有哪些内容呢 五百斤牛肉 五十九 五素干肉 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要强调一下啊 这个字念十不念淡 五十九 不是五淡九 大家看他这个态度 是打算要改过自新了吧 承认自己的错误 然后发自内心的 觉得自己做的太不对了 而且还给他这个提意见的人 送去这么这个丰厚的犒赏 以对他的这个忠心辅导表示鼓励 但是错了 刘鹤这一番表达 这一番表示并不意味着 他要开阔自新了 认错归认错 接下来的行为 刘鹤给你来一个外甥打灯笼 造就 该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 该怎么玩 还是怎么玩 所以这个史书上说刘鹤之后啊 其后 复放纵自落 也就是以前是怎么玩的 后来还是怎么玩啊 那么对于这个公碎的意见呢 公碎不是老批 不是批评他说 你不能老跟那些啊 只会哄你玩的人在一起 不能老跟这些人在一起玩 你得跟一些会学习的 学习好的人在一起 一开始刘鹤还真听了 挑选了十个品行端正 学习优良的人跟他在一起 但是没过几天 这个刘鹤就觉得 哎呀 这个实在太难受了 跟这些人在一起 只会学习 其他什么都不会 这都没劲啊 这个也不能玩 那个也不能玩 所以过了几天 就把这些人全都赶走了 所以大家看啊 这个刘鹤 我们终观刘鹤 对于意见的态度 我们可以用八个字 来概括 刘鹤这个人 叫做什么 叫做勇于认错 坚决不改 这就是咱们的主人公 苍蝇王刘鹤 我们到底怎么来认识 刘鹤这个人 是不是就能够说 刘鹤他就是一个坏人 这个我看 刘鹤也不能这么看 在那个年代 从小娇生惯养 性格绝傲 比苍蝇王 更加坏的小王爷 多的是 咱们可以举一个反例 汉代前期 有一个小王爷 名字叫刘悟 这个人生活的年代 比刘鹤要早一点 刘的祖父 名字叫刘骄 说起来是大有来头 为什么说大有来头 刘骄这个人 从血缘上来说 他是刘邦 汉朝的开国皇帝 刘邦最小的弟弟 从血脉上来说 他又是战国晚期 著名的大卢 雄子的再川弟子 这个不得了 刘骄当然 他早年学习的时候 有一帮好朋友 有一帮同窗好友了 后来刘邦做皇帝了 登基了 就把自己最小的弟弟 分为楚王 然后当年一起学习的 这些小伙伴们 一看哥们发达了 这个有依靠了 所以纷纷的到 这个楚王刘骄的门下 做门客 做幕僚 刘骄也把这批人 当做他最信任的 最好的朋友 还真别说 在这批人里面 的确有几个造诣 非常了得的鲁家学者 刘骄在临终之前 因为对这些人非常信任 是他最好的朋友 从小一起学习 一起长大的 所以临终之前 就把自己的子孙 也托付给他们 说自己身后 要这些人 好好的照料他的子孙 辅导他的子孙 那么直到刘骄的孙子 也就是咱们现在 要讲的这个刘悟 继承了这个楚王爵位的时候 其中刘骄当年的 两位同学还在 仍然在这个楚王的 这个幕府当中 那么这位刘悟啊 可不像他的祖父那样 问问儿呀 有一点音乐残暴的倾向 然后这个刘悟啊 后来因为和中央政府之间 闹矛盾 参与了非常著名的 汉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 由吴王刘碧发动 然后这个楚王刘悟 这个小楚王 也是重要的参与成员之一 那么在这个事情之前 在刘悟正式造反之前 他祖父的那两位同窗好友 一个历史上称为僧公 还有一位称为白僧 僧公和白僧两个人就去劝告他 大家注意啊 在汉代这个文献里面 讲白僧或者是黄僧或者是某僧 这个僧是指的是仙僧的意思 这个跟咱们后来唐宋以后不一样 到唐宋以后 说某僧一般指的是晚辈 而在汉代的文献里面 大家看到称某人为僧 那是先生 你是得有一定的年龄 一定的资格 一定的德望 才能够被称为僧 跟后来唐宋的时候 这个说法不一样 然后这两位老人家 是跟刘悟的祖父是同学 所以就去劝告他 说你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那么大家看刘悟 对待这两位老人 史书上他是这么说的 五须弥之 依之者衣 使雅聪于世 怎么理解呢 须弥这个词原意 是指用锁链 把囚犯锁在一起 防止你逃走 这个几个囚犯锁成一串 那你就逃不走了 者衣是那个年代 囚徒穿的衣服 雅聪讲的简单一点 指的是让这些行徒 去扶劳役的具体内容 一个处救 去聪明 或者捣其他东西 你看对待这两位老人 帮他们当做囚徒一样 用锁链锁在一起 然后让他们去扶劳役 穿上囚徒的衣服 这个凭着自己的权势 凭着自己的势力 这么对待两位提前的老人 如果说这两个老人 即便是他们提的这个意见 是不正确的 你看在是你祖父同学的这个份上 你也不应该这么做 何况人家提的意见是正确的 所以刘悟这个人 这个人的性格 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出来 非常的绝要不逊 非常的高愎自用 然后后来参加了七国之乱 参加叛乱 最后并败自杀 这个也算是咎由自取吧 讲完这个故事以后 大家把这个刘悟和这个刘鹤再比较一下 刘鹤对待那些属下的态度 温和宽厚多了 大家看 王吉给他提意见 提完意见之后 刘鹤不仅没有利用自己 这个诸侯王的这个身份 这个权势去打击报复 反而赏赐了他五百斤牛肉 大家去菜市场买菜吗 牛肉多少一斤 知道吗 我不太去菜市场 估计一下吧 大概一斤牛肉四十块到五十块之间 大概是这个价格吧 五百斤牛肉 我们就算四十块钱一斤吧 五百斤牛肉 那得两万块钱呢 还有咱们刚才讲到公岁这个人 公岁 咱们刚才不是说他性格非常直吗 经常当面的数落这个刘鹤 当面的让刘鹤下不来台 每次碰到这种情况 刘鹤也只不过是站起来 掩着耳朵逃走 然后说一句 郎中令 善愧人 这个郎中令 是公岁的官职 说郎中令 说公岁 老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让他下不来台 这么直接的 毫无侧然的 给他提意见 数落他的不是 也就是说这么一句话 也没有对这个公岁 进行打击包袱 所以大家看看 跟这个刘鹤相比 我说这个刘鹤不算是一个坏人吧 从这里也可以体见出来 那么 我们应该如何来认识 我们刚才讲的这位 勇于论错 坚决不改的这个苍蝇王刘鹤 我们应该怎么来认识他 打个比方 现在很多家长 工作都很忙 然后有时候孩子管不过来 晚上要出去应酬 夫妻两个都要出去应酬 然后让孩子一个人待在家里 出门前跟他说 不许看电视 好好做作业 爸爸妈妈回来以后 要检查你的作业 然后孩子肯定一听 爸爸妈妈今天晚上又要出去了 太高兴了 对吧 满嘴答应 我一定在家里好好做作业 你前脚一走 门一关 啪 后手 他把电视机给打开了 然后等你回来 他一听 哎呦 楼梯上有脚步声了 爸爸妈妈回来了 赶紧把电视关了 回到房里 装作写作业的样子 门一打开 进去 问他 整个晚上干嘛了 然后是这个写作业了 还是看电视了 保证跟你说 我一整个晚上 老老实实的都在写作业 然后你手一搭着电视机 还发烫的 啪 顺手一巴掌 对吧 敢跟我撒谎 回去 写检讨去 回到房里 一边扒拉眼泪 一笔写检讨书 再也不敢了 以后爸爸妈妈不在家 我就肯定好好写作业 再也不打开电视机了 写这样的检讨书有用吗 等到明天 他该怎么玩 还怎么玩 这样的检讨书 各位小时候大概都写了不少 我小时候也写过不少 就是这么一个孩子 从本质上来说 你看刘鹤这个人 因为五岁上 他的父亲就去世了 用咱们的话说 这叫自幼师户 从小没有父亲 没有父亲教育 然后他的身份又非常特殊 是个小王爷 所以把这种骄纵贪玩的性格 发育得比较到位 学习的这个神经 没有 所以这样的孩子 你说他是个坏人吧 不算 但是透露了一种少年的一种天性 不爱学习 喜欢贪玩 你要理解这个刘鹤 不算个坏人 但是是一个有着很多毛病的孩子 所以咱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刘鹤 那你对他的性格的认识 可能就是比较客观的 而不能够因为他后来是一个被废了的皇帝 你一上来就给他扣个帽子 说这是个坏人 这个人不见得克服 长安城内汉昭帝刘府临定的时候 身为辅政大臣的霍光和其他大臣们几经赏议 最后选定由昌翼王刘鹤继承皇位 并奏报给汉昭帝的皇后上官皇后 不久上官皇后招刘鹤入长安城的征书 就送到了昌翼国 那么面对着凭空出现的天大喜事 刘鹤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为什么他身边的王籍一再劝诫他 除了哭其他什么也别做呢 那么这个朝廷的真书就到这个昌翼国了 要昌翼王刘鹤进京去主持汉昭帝的葬礼 其实这也就是意味着要让刘鹤来继承皇位 那么这个朝廷的真书到达昌翼国的时候 这个夹击文件连夜赶送 送到昌翼国 送到刘鹤手里的时候 正好是黎明之前的一刻 那个时候正好是什么 天最黑的时候 我们常讲黎明前的黑暗 对吧 刘鹤接到这个信毫不耽搁 让他的手下点起火 把这个信拆开就看了 然后明白朝廷的意思之后 马上治理行装 当天中午就出发了 不到两个时辰就到了定陶县 一下子就走了一百三十五里地 两个时辰之内一百三十五里地 比他我们刚才讲啊 他平时喜欢游炼 喜欢这个撒开江城 让马狂奔 小半天的跑两百里 比这个速度慢不了多少 所以以至于如何 侍从者 马死相望于道 因为刘鹤他自己 做的这个马 成绩的这个马 比较好 所以跑得比较快 然后这些侍从们 他这个马 不可能每个人的马 都像刘鹤做的马那么好 但是呢 他们又不能落下 他们得紧紧跟上啊 万一这个小王爷 出点什么事情呢 所以这个马哪里说得了啊 这个侍者坐的马 这一路不知死了多少 死了一批换一批 死了一批换一批啊 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啊 刘鹤这个人的性格 是一个急性子 火急火燎的 那么说刘鹤这个人 是个急性子啊 其实他不仅仅是体现在 赶路这个问题上 光赶路赶得急 说他是个急性子 不仅仅在这里 更关键的是什么 更关键的是体现在 刘鹤这个人 对待朝廷 征书的这个态度上面 大家想想看 让你去继承皇位啊 是多大的事情啊 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啊 皇位不仅仅意味着是权力 如果是一个成熟的人 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这个时候你也要考虑到 继承皇位之后 你要担多大的责任啊 所以你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能力 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个能力 来面对这个挑战 在中国古代啊 中国古人是比较讲究谦虚 是比较讲究谦逊 碰到一般的官员 如果说皇帝要升你的官 很多官员他为了表示谦逊 都要三番五次的晚辞 这个表示这个推辞 觉得这个自己能力 这个也不行啊 那个也不行啊 何况是做皇帝啊 天下苍生这个责任 这个担子都在你一个人身上 所以作为一个比较沉稳的人 比较成熟的人 他首先考虑这个问题 更何况 你是一个藩王 然后呢首都长安城里面 原来这个皇帝去世了 长安这个政坛 处于什么情况 你都还没有摸清楚 黎明之前接到这个信 中午你就出发了 两个时辰不到 你就赶到定逃了 就赶了一半三十五里了 你看他这个行动力啊 固然有一种这个说 说走就走的这种洒脱啊 但是这里面也体现出刘鹤 他有几分 少年人啊 有欠成文 在政治上面 律师不周的轻率 你看他 连最起码的牵浪 都没有向中央政府表示过 那么对于刘鹤的这种轻率 躁进 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王吉 这个人啊 的确是忠心耿耿 把这个事情看在眼里 然后生怕 刘鹤这个火急火燎的性子啊 跑到长安去闯祸 所以就在陪伴刘鹤 进京的这个路上啊 王吉就给他又提了一番意见 王吉讲了一大段话 这个话他是这么说的 大将军 仍爱 永至 忠信之德 天下莫不闻 是孝武皇帝 二十余年 未藏有过 先帝 弃群臣 足以天下 既又孤焉 大将军 抱持右军 强保之宗 不正失教 海内燕蓝 虽周公一应 无一家也 今 地奔无四 大将军 为思可以奉中妙泽 攀缘而立大王 其人后 岂有量哉 成愿大王 誓之 敬之 正是 一听之 大王 垂公 难免而已 你看这么长的一段话 其实 王吉 就只跟刘鹤 讲了一个主题 什么主题 大将军 也就是这个霍光 王吉用了很多 非常好的词汇 来形容霍光这个人 更为关键的是什么 更为关键的是 在这段话里面 他点出了霍光 在长安政坛当中的权威地位 告诉刘鹤一个事实 自从汉武帝去世以后 汉帝国的政权执掌在谁手里 就执掌在这个霍光手里 刘鹤 作为朝廷的新主 到达长安之后 如何处理 如何协调 和霍光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王吉告诉刘鹤 你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 王吉给刘鹤提了两点意见 在如何对待和霍光的这个关系上 王吉提了两点意见 第一点 王吉对刘鹤说 你对霍光要感恩 因为把你扶植上皇位 立你为地 这个事情是在霍光的主持下面 和群臣们讨论最后决定的 所以霍光对你是有恩的 你要感恩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 霍光执掌中央政权十余年 数大更生 而且执政效果也不错 在老百姓 在官员口中 口碑也不错 刘鹤 你先到长安之后 那肯定是什么 两眼一抹黑 对这个长安正常的具体情况 肯定是不了解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 王吉希望这个刘鹤 到了长安以后 无论什么事情 部分事情大小 都充分的尊重过关的意见 很多政事交给霍光去处理 就可以了 垂攻难免 自己不要有太多的作为 不要另身事端 这是王吉对刘鹤的警告 那么照王吉这么说 刘鹤就什么事都甭干了 什么事都不干 你去做皇帝干嘛 王吉说 不 你还有一件事可以干 哪件事可以干呢 王吉说 今大王已丧事争 以日夜哭泣悲哀而已 甚乌有所发 你就干一件事 什么事 哭 哭就可以了 原来皇帝死了 你去奔上哭肯定不会错 你就哭 除了哭之外 什么事都别干 这个就看上去 让人觉得 王吉的意见 让刘鹤很窝囊 对不对 你说让他什么事情都别干 你就干一件事情 又哭 这不太窝囊了 什么都得听霍光的 但是细细想来 王吉的这个观点 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 它是代表着一种稳健的 成熟的政治智慧 为什么 大家要知道 刘鹤这次登基 这次去长安 马上要成为皇帝 这样的一件事情 跟一个正式的 已经在太子的位置上 带了很多年的人 顺利的升级为皇帝 这完全是两回事情 刘鹤 你在长安城里面 你有根基吗 整个长安政坛 水深水浅 你摸透了吗 霍光这个人 执掌大圈十余年 这个人的性格脾气 你摸透了吗 什么事都不知道 然后你跑到长安去 你就要去实践 自己的施政理念 这不是冒失吗 所以啊 其实我们把这方面的事情 给看透了之后 就会觉得 王吉这番意见 其实非常有道理 而且王吉 他是看准了 刘鹤这个人 一贯以来 冒失的性格 一向做事情 风风火火冒冒失事 正因为如此 王吉才要 未雨聪谋 提前告诫 公元前74年6月1日 刘鹤接受皇帝玉玺 登基继位 尊上官皇后 为皇太后 成为西汉的 第九任皇帝 据资质通鉴记载 刘鹤当上皇帝之后 不仅没有遵从 王吉的劝诫 甚物有所发 反而比当诸侯王的时候 更加骄宗蛮横 那么刘鹤除了在守丧期间 几乎每天都和身边的亲戚 一起喝酒作乐之外 还做了哪些事情 使得他和霍光等大臣们 之间的关系 越来越紧张 自治通鉴 在描述刘鹤继位以后 他的这个行为 第一句话就是这么说的 苍义王继立 迎戏无动 苍义官署 皆争治长安 往往操作败官 向安乐 迁藏乐未畏 三个分句 第一个分句 一上来 还是扣帽子 还是跟咱们刚才讲的 先路之见 说这个苍义王这个人 淫细无动 其实这句话 他是虚的 真正要害的在后面两句 第二句话讲什么 第二句话 他是说 刘鹤 做了皇帝以后 把当年自己在 苍义国的这些属下 全都调到长安 全都调到中央政府 而且往往怎么样 破格提拔 一下子提拔了一大批人 都是原来自己的老属下 第三句话 第三句话更加关键 第三句话 其实是举了一个具体的例证 来说明 苍义王做了皇帝之后 他是如何来安插自己的人 向安乐 谦常乐未畏 这里提到向安乐这个人 我们知道汉朝的时候 诸侯国 他也有自己的官僚系统 中央政府有丞相 诸侯国也有相 那么安乐这个人 就是刘鹤当年在苍义国 做苍义王时候 他这个苍义国的相 把这个人 跟他一起 到了长安以后 把这个人安排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 长乐未畏 这个官负责什么 长乐 指的是什么 我们知道西汉的宫殿 分成两个比较大的群络 宫络群体 一个是卫阳宫 卫阳宫是皇帝生活起居 负责处理政务的中心 还有一块叫做长乐宫 长乐宫是谁住的 长乐宫是太后住的 是皇太后住的 长乐未畏 未畏是什么 未畏负责警卫 负责这个宫内 囤卫兵 负责掌管 囤住在宫内的这个卫兵 这样的一个长官 也就是说 刘鹤把自己这么一个重要的手下 安插到了负责长乐宫 也就是皇太后 这个皇宫生活起居 负责这个宫殿安全工作的 这么一个岗位上面 把皇太后这个宫殿的安全警卫权 抓到自己手里了 这一句话除了举出了一个 刘鹤安排自己的人 这样的一个具体例证之外 其实这句话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 为什么其他什么例子都不举 就偏偏举这个例子 这件事情非常值得分析 皇太后是谁 那么皇太后当然就是之前这个皇帝 汉昭帝的遗孀 对不对 汉昭帝去世了 她是皇太后 刘鹤让自己的人来负责长乐宫 皇太后宫殿的这个警卫工作 有什么生意吗 大家要明白 霍光这个人 他权势再厉害 从名分上来说 他是什么 权势再厉害的大臣 你还是大臣啊 对吧 刘鹤是皇帝 霍光是大臣 君臣名分一定 不管你权势如何厉害 这个君臣名分总在啊 对不对 在当时整个长安政坛当中 从政治身份上讲 从礼法上讲 唯一一个可以压皇帝一头的人是谁 就是这个皇太后 整个长安城 或者说整个大汉帝国 只有这个皇太后的身份 比皇帝要高 明白了这一点之后 大家就可以明白 为什么刘鹤要把皇太后居住的这个长乐宫的警卫工作 这个权力抓在自己手里 全天下比皇帝更厉害的人 只有这一个了 皇太后 然后刘鹤把这个皇太后 长乐宫的这个警卫工作抓到自己手里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看 你说刘鹤他只是一个会贪玩的玩乎子弟吗 恐怕也不是 你说他一点政治都不懂吗 恐怕也不是 但是啊 如果刘鹤认为这样他就可以控制长安政局了 那他也未免太幼稚了 咱们故事讲到这里霍光 另外一个主角霍光还没出场呢 对不对 所以其实真正的故事还没有开始 这个故事啊 接下去会朝哪个方向发展 咱们下一个继续分析